大家好,我是艾寿堂的天元啊 刚才去我们这边一个产地皮的大哥那里 他给我发消息说他倒了点东西 然后让我看能不能买 然后敲了一些 哎呀,我靠给大家看 一箱 一盒 这边一大箱一个盒子东西 就给大家拆开看一下试试啊 因为那个大哥那儿 哎呀不太,你懂了? 不太想让他露了 咱也就不千人所难啊 看一下,都买些啥吧 哎呀,东西不少啊,啥都有 这,冲头 对吧,还有这 都拆开吧 我这一个单手不好操作 还收了个这,最关键的 挺不错的,拆给大家看一下 拆了一部分 还有 哎呀 这缠着连的 这就是这 你说农村一线能有些什么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我把这 很多盖子 哎呀,这单手不好操作 哈哈 再把壶 再把壶 就这些东西,我给大家都拿上来 麻,麻好了整齐了 给大家看这些啥 这应该是个 这应该是个 舞台的设施 哎呀,好,拆出来了 不少件了,兄弟们看看 看,这么多 就是这次的收获 就是从这个,我们这边去 跑一线的大哥那里 买来的东西啊 你看,这是一个晚清的 清华人物的小壶 这是一个民国的 侍女的一个小的这个 盖罐 这是一个醋壶 年份应该也偏晚一点 应该是铜制吧 这个年份呢,好一点啊 这个应该往道光靠了 一个这个缠织帘的香炉 这几个都是竹台 你看 还有文物公司的这种火器 小竹台 然后,这可能是 卧槽 还有墨,还有墨书款 也是一个这种 要么是竹台 要么就是那个蹭 这都是带文物公司的火器 就是那个时候出口创会的时候 遗留下来的东西 这把壶不错 这把壶不错 壶的这个款是方家针 这狮子也可以 但是修过 修过 修过 也是年份是民国的 这也是一把刷花的壶 刷花的壶 嗯 这是一个包裂瓶 这个也可以 我是没想到他哪还有这 我说你这 产地别能产出这玩意儿吗 他说翻车 我们是闪鞋 反正都弄好了这东西 你看你151 我就要了 款是宣德年制的翻红款 没啥说的 光绪的 是一个外销的一个包裂瓶 帮着刀码人 才保存的特别好 也很大 哎呀,就是这么些东西啊 累死了 全部给它爆了回来 OK,我是爱收藏天员 希望我的视频呢 点赞加关注啊 有什么需要讨论交流的 咱们可以联论去交流 或者私信我也可以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